曾兵派遣航母打击群和轰炸机战斗群 近一个月以来 美国拉开阵势对伊朗极限施压 那随着海湾局势的持续吃紧 1号美军的航母战斗群 在伊朗附近进行模拟攻击 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一名军事顾问 2号就警告说 如果美国和伊朗在海湾爆发冲突 国际原油价格将会大幅上涨 令西方难以承受 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 美国空军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林肯号航母 多架战斗机和直升机 以及一架B-52战略轰炸机 1号在阿拉伯海进行联合演习 声明强调 此次演习是模拟打击行动 据伊朗半官方媒体 法尔斯通讯社报道 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一名军事顾问 伊朗官员叶海亚萨法维2号说 波斯湾打响的第一枪 将把油价推高到每桶100美元以上 欧洲美国及其盟友 如日本和韩国都将难以承受 这名官员还向美国隔空喊话 称美国人明白 他们在中东部署的军队 在伊朗导弹射程内 同一天 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长 穆罕默德巴盖里重申 伊朗的导弹项目不容谈判 他说 事关国防能力 伊朗一丁点也不会让步 美国与伊朗紧张关系 近来持续升级 美国上月初向中东派出航空母舰 打击群 轰炸机特遣队 两栖舰群和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 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24号宣布 美国将向中东增兵大约1500人 美国人卫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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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卫